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东北这波降雨没完没了了 抗洪抢险任务还在继续 卡努的影响已经在路上了 防汛救灾形势真的不容乐观 目前的东北地区 尤其是黑龙江省防汛形势非常严峻 松花江嫩江干流洪水继续演进 江河堤防和蓄质洪区为低 巡查防守压力很大 另外呢卡努经过几轮的大转弯 将会给东北带来新一轮降雨了 这事基本确定了 10号的夜间到12号夜间 台风卡努可能会达到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 主要受到影响的区域是哈尔滨 牡丹江 伊春 鹤港 所以呢黑龙江等地的部分降雨 很可能和上一轮降雨重叠 目前的当地已经加强了防汛力度 再一次强调要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加大排涝工作力度 努力的去减少农业损失 并且强化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而说说咱们辽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这回会受到卡努的影响了 卡努目前的路径存在不确定性 不排除从朝鲜半岛西侧 进入黄海登陆辽宁的可能 也就是说辽宁的老铁 咱们一定要小心 预计10号凌晨到11号的白天 丹东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 辅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 以及秀岩有震雨或雷震雨 另外辽宁省上游的鸭路江区域 将会出现局部地区暴雨的天气 需要警惕鸭路江流域引发的 中小河流洪水次生灾害 还有之前提到的7号台风兰恩 现在已经确定了 在今天上午生成了 这几种情况叠加 未来这一段时间呢 东北的防徐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 东北的朋友们一定要警惕 暴雨叠加的灾害 随时关注气象变化 出门也要做好防范 避免去往山脚河道等一些地方 另外还需要说明一下 现在呢卡努继续向北移动 靠近朝鲜半岛南部沿海的过程当中 将会对我国的东部海域有明显影响 卡努中心经过的附近风力 已经达到了11到12级阵风道 13到14级了 所以呢在这片海域当中 作业的平台以及过往的船舶 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台风的准备